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部長你曉得我們有一個計畫叫交通服務以網通 在運營所裡面 對 你曉得這個計畫 我曉得 部長你知道今年 詳細我並不清楚 那今年編了多少錢你曉得嗎 我不清楚 所長今年編了多少錢 今年在我們議算書裡面沒有 那在交通部的預算書裡面編了多少錢 預算書我不清楚交通部 那交通部編了多少錢 交通部是196萬 今年編196萬 明年編多少錢 可能要給我們200萬委員會 200萬委員會 部長可能對交通部來講 這種幾百萬的費用 對交通部來講可能錢都比較小 部長可能也不會特別注意到這個東西 部長你知道這個計畫什麼時候開始 交通服務一網通什麼時候開始 92年就開始 在2003年對不對 就開始了 部長這個計畫在開始的時候 在整個所謂運用科技的網路 這是一個非常先進的計畫 因為Google Map 他在2007年 2005年開始做 2007年到台灣來 所以在2003年交通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當時是領先業界 是非常先進的一種做法 部長你上過這個網站沒有 交通服務一網通 對你上過沒有 在運援所那邊 我沒有上過 你沒有上過這個網站 你聽過這個網站沒有 我聽過 你運用過這個網站沒有 我沒上過 沒上過 你都沒有運用過 好 部長 我就特別去上了這個網站 我告訴你幾個問題 第一個 大概現在 所有跟 MAP 就是跟整個交通運輸 或者網路道路查詢 最糟糕的大概就我們 這個高美失地 是台灣非常有名的一個失地 結果呢 不能查 不能查 因為他說資料庫沒有相關符合的資料 請叫我們重新輸入 不可以 你自己輸入一個台灣很有名的 這個交通 觀光應該也是交通部的業務 為什麼這個沒有整合 來下一頁 那我好了 我改成輸入住址總可以吧 我就輸入了台北市光富南路133號 他說資料庫也沒有相符的資料 換言之只有什麼可以查 只有你們交通部已經建置在裡面的目的地 他才可以查 沒有人比這個更落伍了 所有的查詢系統 大概沒有人比這個更落伍了啦 我大概找不到了 我們來查詢一下喜來登到淡水老街 我們交通部所提供給 所有的消費大眾 或者國外的觀光旅客 運用政府的這個查詢系統怎麼來做 把旅客要在淡水老街 請他從喜來登走路到火車站 然後搭火車到萬華火車站 到萬華火車站怎麼辦呢 請搭大眾血運系統 那是什麼 你就把人家乾脆你在 你在喜來登就告訴他 請搭大眾血運系統 把人家騙到萬華車站 然後請在那裡告訴人家說 請在那裡搭大眾血運系統 在那裡要搭什麼大眾血運系統 是搭火車搭捷運搭公車 要搭什麼 政府可以幹這種 這麼荒謬離譜的事情嗎 這是政府的網站 這是政府交通部的 叫做交通服務一網通耶 那喜來登喔 要到壁坦要怎麼走 我也查了一下 我們的一網通啊告訴人家說 先一樣走路到台北火車站 接著怎麼做你知道嗎 搭高鐵 搭高鐵到板橋站 然後呢 從高鐵的板橋站 再搭大眾血運系統 這時候他有告訴你要搭什麼 搭高鐵到板橋站 這不會太荒謬了一點啊 我這搞不懂來 我是覺得這個應該 不應該浪費這個錢 這個應該不要做了 花錢維護維護一個都是錯的資料 舊的資料 荒謬的資料 然後我們每年編 每年再維護